每天五分钟 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 荒漠甘泉 引领你今天的属灵生命走向完全 他使人安静 约伯纪三十四章二十九节 神能够在风浪中给人安静 今天我们仍旧和他一同在船上 在深夜离岸很远 船到了湖中心的时候 忽然起了暴风 甚至船被波浪掩盖 每一个波浪都威胁我们 好像地狱张了口 等待吞吃我们 在这样绝望的光景里头 主震惊地起来 势则风和浪 他一挥手 祝福来了 风浪去了 风嚎浪消 不能混乱他的声音 他说 住了吧 静了吧 你听见他的声音吗 他使人安静 这安静不是普通的安静 乃是在失去指望和安慰中的安静 有的时候 他故意把指望和安慰 从我们收回 因为我们太注重这些了 我们很容易专看喜乐 兴奋 盼望 安慰 经历 恩赐 意向等等 过于看中主 所以 为了爱的缘故 主把这些战时收回 好叫我们 靠着他的恩典 分辨主所赐的 和主自己 但是 当我们以为 失去一切福分的时候 主就来了 叫我们尝到 他同在的滋味 这个时候 我们因为有了他自己 就忘记了他所受惠的 心中只觉得 无限的安静 因为神 使人 安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